哈囉大家好我是茄子余 今天我們要來跟我們的電波王子一直這樣結婚 那事前先說一下最近有很多活動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復刻的活動 所以外觀我不會抽 然後那個外賣去換那個餐廳道具的那個 基本上也都有了所以我也不會再拍那部分 那蘋果派雖然我還沒有得到 但是這次應該也得不到 所以就是這次的活動我就不會再另外拍影片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專心來跟我們的玉子將結婚囉 開戲開戲 相遇是冥冥中早已定下的一幕 他之前有說過這麼浪漫的話嗎 我相信 小心翼翼的觸碰彼此的軟弱 你堅強 我真的看著玉子將會覺得跟我變得更強 我真的看著玉子將會覺得跟我變得更強 這隻我還記得 想當初我覺得他很貼心 這個是身本的時候對不對 時空之神的獎勵 真的是蠻可愛的 彼此的存在已經是理所當然了 你要把我規劃為同一個世界的人了嗎 話說 這好像有聽過 就是你很特別這句話 在一段關係中是非常有用的 誓約成立 期待他的誓約會是如何的 期待他的誓約會是如何的 就是在要結婚的時候 跟那個務司在那邊說 他的終身就交給你了 OK 來看看我們這次會不會順利的結婚呢 順利的閃退囉 我相信剛才那些一定是時空之神給我們的考驗 為了讓我們的情感更加的堅定 OK 那我們今天就跟我們的 魚子將 結婚成功囉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魚子將的劇情 欸不對我應該先趕快把它放回首頁 這樣才比較專情 好 我真的蠻想去看看的 我真的蠻想去看看的 帶我去 呵呵 好的 期待期待 是你的世界 這好像在罵他喔 呵 不是喔 OK 我們一樣再重聽一次聲音 雖然你剛剛聽過了 我剛剛說覺得這蠻帥的 我現在還是覺得蠻帥的 別道歉啦 我現在還是覺得我正常的意思 那是世界之神的奴隸啊 都是時空之神的奴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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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是 不客氣不客氣 不客氣 不客氣 食物危險,好可愛喔 好像還沒吧 我聽過的聲音 好可怕喔 黑暗看著我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就交給你囉 我一定會好好幫你挑的 好可愛喔 可是我覺得你現在這個就不錯啊 你開心就好 期待囉 真是可愛 好了 我們先存入主一下 哇 第一章 虛空之神 我是一個被虛空之神祝福的人 從我誕生開始 我的右眼就被偉大的虛空之神所祝福過 雖然他不再能正常事物 但他能讓我看見一些景象 那些景象大多十分悲傷且絕望 是我彷彿被濃稠的黑暗所糾纏 無法掙脫 那時候我以為他是個詛咒 我和其他人分過這個能力 可他們都不相信我 但是 有一個人相信我 真的喔 我在技術 嗯 我已技術在我右眼被封印的力量啟示 另一個世界的你出門之後真的受傷了 所以不要去 好好好 你說的對 但在此之前 能不能先放開我的袖子 我要出去買晚飯的材料囉 與江大人 昨天你不是還說想吃草莓奶昔嗎 真的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好好好 真的要是您在平行裡中看見的嗎 是的 哼 魚子江大人您真可愛 怎麼了 我總是無法理解別人的笑容 阿店長 魚子江大人又開始說平行世界了 他說我出門會出事呢 嗯 這樣阿 那你今天就別去了吧 我們吃咖哩飯怎麼樣 突然出現的他 看了看我 像是很認真的在思考 卻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了這句話 欸 無論我說出多麼荒誕無稽的話 我的御師大人總會相信我 也是他將我從那沉重的絕望中救了出來 話說他其實他自己知道他說的話 別人是不會相信的喔 呵 他竟然知道自己說的話是荒誕無稽 正常來說 呵呵 他告訴我 是這樣阿 那你應該謝謝你的誘言喔 他才不是被詛咒了 他是被祝福阿 有了他 你就可以讓你想要保護的人了 不是嗎 嗯 讓你想要保護的人 免於遭受那些不好的事情 不是嗎 呵 為什麼我可以跳過一整段 呵呵 雖然他們並不相信我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我還是要感謝偉大的虛空之神 感謝他給我這樣的能力 即使他沒有辦法被其他人所理解 即使他時常跟人誤會 只要我可以用他保護我想要保護的人就好 我的能力是為了保護我重要的人們而存在的 無論其他人如何誤解我都沒有關係 我只希望我用眼中的那些不祥景象 永遠不會在這個世界的左眼之中 第二章 奏辯 那個以往會笑嘻嘻的想要把我眼罩摘下來看看的人 在一片混亂中倒在了我的眼前 英雄的鮮血從他的嘴裡溢出 我慌亂的伸出手扶住了他 看著懷中的他 那雙以往溫暖能夠驅散所有黑暗的眼睛 我早已失去 失去個光彩 溫暖的朝睡夢中驚醒過來 額頭和背後微微的兩翼才讓我意識到剛剛是我的夢境 這樣的景象以前從未在我的右眼中出現過 每天轉向睡眠的時間 我的靈魂都有機會離開自己的屈體前往了一個世界 看見那個世界的我 我的右眼中的景象 手中黏稠溫熱的觸感沒有退去 黑暗如頭猛瘦吞噬著我的活潑 但是無論如何我不能讓這樣的景象發生 我必須要阻止它在我的左眼中發生 因為它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嘗試再次進入睡眠 請求偉大的虛空之神能給我更多的訊息 哪怕是在小的線索也可以 我要救它 我要保護它 偉大的虛空之神啊 感謝您讓我與它相遇 您虔誠的信徒請求您給我拯救它的辦法吧 我嘗試了很多次每次我都從沉睡中被驚醒 每次那個人都這麼倒在我的眼前 但是這一次我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穿著獸衣戴著面具的人 仔細一看 它身邊有一個一身白色的女孩 我並不能看清楚他們的面容 但是我記住你們 接連一夜的尋找 消耗了我太多的能量 我勉強的升起身體 想要告訴它 要防備一個穿著獸衣的男人 和一個白色的女孩 但當我走到它鎖到地的時候 一股澀骨的冰寒 所有的繳心 開始潤沿到我的全身 跳出去在這裡了 一直這樣 你看 這是我們的新夥伴喔 他叫白子 白色的孩子 很天切的名字吧 你是他的前衛要好好照顧他喔 律師大人高興的向我揮著手說道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會將那些無家可歸的食靈們 帶回來他的餐廳安頓下來 他就像是一束陽光一樣 將我從右眼沉重的世界拯救了出來 不 我現在不能說出來 那會讓他戒備起來 我要監視他 在他還沒有防備的情況下 識破他的偽裝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有點難過 呵呵 天啊 第三章 監視 那個女孩很奇怪 他不像其他的女孩喜歡鮮豔的衣服 他都一直穿著那身純白的衣服 他也不像其他的女孩喜歡吃那些可愛的甜點 他遇是大人撒嬌要最新的畫本 其他的女孩找他一起玩的時候 他總是揚起那招牌式的笑容 又看著就覺得不好好意 不懷好意的眼神打量著他們 直到他們害怕的逃跑了才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呵呵 天啊 這不是很明顯嗎 所以 除了和御式大人搭在一起 他總是一個人 最堅強看到他做的事情 便是拖著下巴 靜靜的看著遠方出神 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 也沒有人知道他想要幹什麼 除了畫自己的符咒之外 他唯一的愛好 好像不是照顧那些 被並不善帶 不善嘗試讓花花草草的 御式大人給折騰的要死不活的花草 是說白子看起來 欸 我覺得他有點 他給我的感覺 我不會叫他女孩 所以他說到女孩是白子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點 違和感 好啊 原本院子裡那些 已經打煙下來的花草們 在他細心的照料下 陸續綻放 而那時 他眼底才會帶上一些 那麼 不那麼詭異的笑容 陽光下那個笑容很乾淨很好看 我無法相信有著這樣笑容 我們對於花草如此有耐心的他 會做出那樣的事 嗯 這一天 御式大人外出時被剁神所襲擊 他說只是去經歇調料 路程很短 便沒有更 讓我們跟在身邊 好在襲擊他的事 已經喝的不知 精細是何年的暴飲 御式大人機智的告訴他 要幫他回去拿更好的酒 才成功脫逃 雖然他總是用的輕鬆的口吻 但聽的這些話的我們並不輕鬆 所有人都很擔心他 我也很自責 最近太過關注於白子了 沒有好好的保護他 但我發現 站在人群之後的白子 不知為何露出了一種 十分愧疚自責的表情 那這表情就有短短一瞬 之後他就轉心裡去了 他去做什麼了嗎 很快我便知道他去做了什麼 他端來一碗有著詭異顏色的粥 混雜的紫色綠色以及一些 無法描述顏色的粥 還像發著一陣陣令人難以接受的味道 他端著這碗令人 文姿色變的粥靠近的浴室大人 在他驚恐的表情下舉著燒子靠近 給你加了一點額外的東西 一定要好好喝光喔 這樣你才可以聽我玩呢 由於他的表情太過害人 我也沒趕上去救淒慘的呼喊的浴室大人 但不知為何我就是相信 洛夫那樣負責表情的 他是不會傷害浴室大人的 絕對絕對不是因為我也不敢靠定他 最後這句也太可愛了吧 第四章決議 似乎受人意料 白子端然的這碗 看上去就很可怕 聞上去也很可怕 根據浴室大人喝完的表現 味道應該也很可怕的粥 有著出乎意料的好效果 原本需要好好修養一個月的傷 竟然只花一星期不到就好得差不多了 我開始質疑我右眼看到過的景象 於是我在一起核心的看一看 當晚我再次尋求了虛空之神的幫助 但是就和之前那些景象一樣 世界的走向並沒有被改變 倒在華麗的身體仍有他的溫度 我努力的穩住自己的心神想要多看些 哪怕是在細微的線索都可能成為我拯救他的機會 然後我卻看見白子他自己走向的那個男人 而那個男人則是抬起頭揉揉揉他的頭髮 白子你做的不錯 這次你立下大功了 如果不是你傳遞的消息 我們可沒辦法找到那麼好的機會 你不會 三聲 你不是說 不會 不會 嗯?白子你說什麼 嗯?沒事我 我再次從景象中驚醒 為什麼真的是他 但是他 不行 我一定要找他問個明白 我甚至沒來得及穿上鞋子 一路跑向白子的想念 但白子並不在屋裡 我突然想起他最近好像都是 熬夜去熬煮那些 據他所說有獨特秘方的粥 便立刻轉向方向跑去廚房 但是我卻看見令我不敢置信的一幕 白子他咬著自己的衣袖 表情有點麻木的 從自己的小臂上割下一片肉 放進正在翻腾的粥中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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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天啊也太痛了吧 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想起他說的話 原來他說的外的東西就是自己的血肉嗎 鼓翼中的動作不小心帶動了身後的雜物 他被我這裡傳出的聲音驚動露出了成為露出的警惕表情 誰?出來 我不得不從長生的地方出來 看著那個吞去了平日偽裝的白子 我用自己都沒有想到的冷靜聲音問 這就是…你說的秘方嗎? 果不前然這句話抽中了他的心事 原本只是街背的表情一頓時 變得十分生氣起來 這和你沒有關係不要多管閒事 那我會告訴你最大人的 你…不可以 除非你告訴我那個穿著獸衣 戴著面具的男人究竟是誰 你怎麼會知道 對好剛剛那已經是最後了 天啊 他們…他們的後續這邊會說嗎 呃… 好好奇喔 那這我出的是 應該要去看一下白子的故事 我的天啊白子我沒有問了 第五張魚子匠 魚子匠是個很奇怪的時靈 在其他的時靈眼裡 他就像是個沒長大的孩子 所以最小的時靈 他們都已經過了妄想的年紀 並不比他小的魚子這樣 嘴中還是掛著一個叫做空虛之神的繩子 對他來說 呃…他的眼罩是一種封印 他能透過他被封印的右眼 看到其他世界的景象 等一下這樣的話 就總於是帶人那種神經大條的人才會相信 不過除了這點之外 大家都很喜歡他 雖然他不太會說話 也不太懂人情事故 經常會冒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話 但是他對大家的關心 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 所以大家只會善意的偷笑 甚至配合他收上幾句問上幾句 魚子匠雖然個性有點怪異 但總是盡自己成立 對大家溫柔 他總是認真的幫助 每一個向他求助的人 可以在向其他人道歉之後 躲在自己的圍巾裡 羞騷的臉紅起來 這樣的男孩子總是討人喜歡的 超可愛的啊 所以魚子匠其實並不知道 明明看上去如此 陰沉的自己 但女生中一直有不錯的人氣 但是在那個叫做白子的石林 來到的那一天開始 以往就有些神遊 天外的魚子匠突然開始異常的嚴肅 他比較露出那兇色的笑意 而是一直觸緊著眉頭 也許他自己沒有注意到 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來 他對於那個叫做白子的少女 有情所未有的關注 以那次浴室大人獨自外出 受傷危險 突然從某天開始 原本只會跟著浴室大人的魚子 這樣開始跟著那個叫做白子的少女 而那個叫做白子的少女 好像十分的不耐煩 但卻無可奈何 你為什麼要幫他啊 我樂意 你疼不疼啊 要你管 要是你疼的話你要說啊 你不說我怎麼幫你啊 我不要你幫我啊 那你不要幫他嘛 我求求你放過我吧 不行你一定要告訴我 不然我就告訴大家 一直這樣有這麼 哈哈哈哈 我真的太可愛了吧 我的天啊 這跟我想像 對他的印象不太一樣的 我以為他應該更加高冷一點 但是聽起來他是一個非常溫柔的傢伙耶 天啊 太可愛了吧 說不了 以往那個能把其他人都嚇跑的 全身雪白的女孩兒 此時對身後那個一身黑色的男生 露出了其他人從未見過的表情 而某個胃口天下不亂 卻全然不知道自己才是問誰中心的浴室 則是用手肘捅了頭身邊的服務生 你說他們兩個般配嗎 一黑一白的 個性也差不多 我從沒見過白子將喔 哇胡說了 不要找我的電 白子你住手啊 魚子將你還不拉住他 哈哈 他們這樣講話是不是太大聲了啊 浴室大人 天啊 好好奇後續喔 後續到底怎麼了 那個戴著面具的男子是誰啊 戴著面具的男子 這跟我們之前看到的其他 故事中的人有關係嗎 欸欸欸欸 魚子醬真的很可愛捏 魚子醬 魚子醬沒有帶帽子 跟有帶帽子真的差很多 有點高冷的感覺就是這個 不覺得這看起來挺高冷的嗎 但是這看起來就溫柔許多啊 但是他的Q版反而看起來有點滄桑欸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沒有這麼覺得 但是我現在突然覺得 他的Q版看起來有些滄桑感 就是頭髮看起來很長很亂 有點像流浪漢 但是這個看起來完全超年輕的啊 電波電波 聽起來就很可愛 原來他跟白子是這般關係 但你不覺得白子 看起來蠻成熟的嗎 就是他看起來就很妖艷啊 就是一種 感覺就會魅惑別人的感覺 所以我不會叫他女孩 好啦那今天呢 我們跟我們的魚子醬的結婚就到這邊囉 魚子醬很可愛喔 是思維奇特的青年 奢憤高貴是喜歡其妝衣服 OK好 那雖然非常好奇他們後世的故事 但是今天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最後就在魚子醬的大廚中結束這一回合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